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在工作中很多人习惯于在还没有发现问题之前就直接找手解决问题 结果往往会徒劳无功 还记得盲人摸象的故事吗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所摸到的就是一整只大象 因此各自己见争论不休 无法发现问题的人好比就是个盲人 看问题是片面的 一页账目不见泰山 先分享你一个案例 请你可以一起思考一下 有个宠物行业的标杆企业 这些年啊业绩增长很不错 但有个别分公司的业绩 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0% 有一次我们去这个企业做研讨 CEO我们把他叫Alex 他的一个核心困惑是 如何可以提升分公司经理的能力 从而促进分公司的一个业绩达标 过去Alex也提出过一些解决方法 比如公司过去数个月一直在外部寻找能力强的分公司经理的候选人 但是符合条件的人非常少 他也通过内部的培训来提升个别现有经理的能力 效果也很一般 对此Alex有些无奈 听到以上的故事 你会提出什么样的好问题去发现问题呢 请你思考五秒钟 好 接下来我来给你一些参考吧 其实你可以这样问 请问整个市场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导致你们业绩下降呢 又比如 你们需要总部什么具体支持 你们就可以恢复业绩呢 再比如 业绩要提升 分公司经理应该具备什么能力呢 最后你还可以这样问 业绩下降对团队造成具体什么影响呢 如果没有发现本质问题 马上直接外面招人 或者直接加强对能力不足精力的培训 效果就很可能非常一般 因为你还没有对诊下药 我一直说 问题无法解决 80%的原因是你没有办法发现问题 所以要解决问题 你必须先要发现问题 作为一个高效的一个管理者 发现问题远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那么为什么管理者很难发现问题呢 主要是管理者还是停留在直接解决问题的一个思维上 缺乏提问的一个意识 他们还不了解提问恰恰是发现问题的一个金钥匙 曾经有专家针对17个国家 90一个企业的106位高管进行研究 发现 85%的高管认为他们企业不善于发现问题 而这个弱点会给企业造成重大的一个损失 不仅无法解决问题 还会造成资源的一个巨大的浪费 毛主席也曾说过 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 解决问题就像一遭分娩 发现问题的过程是必要而且漫长 需要你跳脱立即解决问题 这样一种固有的思维局限 你要学会站在更高的维度 俯瞰全局 从而引发思考 发现问题所在 而要做到这一点 你要像医生那一样 看病以前先要提问 而非直接开药 今天这节课 我就告诉你如何通过提问去发现问题 首先先复习一下 我在发看字中分享过你的提问框架 六步法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图片 六步依次为发现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哪一个方案值得尝试 以及如何实施方案 这个六步法 按照时间先后构成了提问的一个闭环 你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阶段 用这六步提问方法 和团队成员有效的对话 今天先分享你第一步 发现问题 我将在随后的五节课 继续教会你剩余的步骤 先来和你说说 什么是问题 以及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问题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 其原意是障碍 问题的本质就是期望和现状 出现了较大的落差 而且落差原因不明确 最后你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解决 三者叠加 问题就出现了 比如上述的案例 如果有些地区的业绩达成率 是95% 就落差不大 那就没有问题嘛 但如果只完成50% 你并不清楚真正的原因 而且你又急于解决 问题就出现了 那如何可以通过有力的提问 来发现问题呢 很多问题啊 站在原有的角度 是无法被发现的 需要你站在不同的角度 乃至更高的纬度 才能发现 你可以用下面四个方法 尝试去寻找问题 我们还是继续以Alex的案例 为背景来阐述吧 第一个方法叫 围绕问题的类型 用提问来发现问题 我不知道你看过那本书叫 麦肯西问题分析解决技巧 这本书上谈到 根据问题的目的和发生的时间 可以把问题啊 分为三类 第一个叫恢复原状型 第二叫追求理想型 第三叫防范潜在型 因此你可以根据三类问题啊 针对性的来进行提问 比如第一个 针对恢复原状型的问题提问 那么恢复原状的一个问题提问 是指按照时间计算 问题啊 其实已经发生了 遇到这种类型的问题的时候呢 解决的方案就是要恢复原状 既然现状与过去的状况之间 存在着交大的落差 你就要从落差之间找出问题 例如当你听到Alex说 个别分公司业绩比去年同期下降 50%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提问 请问是什么导致了业绩的下降 你们如何可以恢复业绩呢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追求理想型的问题的提问 那么追求理想型的问题啊 是指现状不符合预期 因此 虽然目前还没有重大的损失 但由于期望得不到满足 所以我们把它视为一个问题 解决方案就是要达成理想 比如你可以通过以下提问来发现问题 如果业绩不太好的分公司经理 要在半年内名列前茅 他应该向业绩前三名的地区经理 学习和借鉴什么经验呢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防范潜在性这种问题的一个提问 是怎么做的 防范潜在性的问题 是指按照时间计算 目前还没有发生问题 但是如果你各自不管 将来就可能会升级为一个问题 那解决方案呢 就是要维持现状 比如上述的个案例 你可以这样来问 分公司现在有哪些小问题 如果现在不解决 以后就可能变成大问题呢 好现在跟你分享第二个方法 叫你要对不同的环境因素进行提问 从不同的环境因素提问啊 就是你需要纵览全局 盘点当前的业务 昨天的方法无法解决明天的问题啊 要解决明天的问题啊 你就要了解企业所在的市场环境 每个问题啊 其实都是存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 你需要主动的思考 一旦环境变化 将出现什么后果 我在念NBA的时候啊 曾经学过一个工具 叫PEST PEST 就是从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和技术 四个方面的一个趋势 来判断未来 你可以分别这样提问 从政治角度提问 请问中美贸易战 对你的宠物的出口业务 会有具体什么影响吗 你也可以站在经济角度来提问 目前经济环境不好 用户可支配收入下降了 对你们产品的销售会有什么影响呢 当然你也可以从社会角度来提问 现在啊 养宠物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我们产品定位应该如何调整呢 最后 你也可以从技术角度提问 请问竞争对手的新产品 采取了什么新技术呢 导致我们客户 可能流失到对手那里去了呢 好 分享完第二个方法 接下来我来分享 第三个发现问题的方法 就是你要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进行提问 问题啊 会影响到谁呢 这些问题呢 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呢 比如 分公司经理能力不足 就会影响到自己企业 团队成员和终端客户 这个都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你可以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来进行提问 比如 第一 你针对企业本身进行提问 这些分公司经理能力不足 会对企业造成什么影响呢 那可能的影响是 不仅业绩差 也会增加企业 反复培训的一个成本嘛 那么 你也可以针对 分公司内部的团队成员 进行提问 如果业绩差 对分公司团队成员 产生什么影响呢 比如 团队成员啊 成长就会慢嘛 就没有绩效嘛 甚至就可能出现 有些个别好的团队成员 会失望离职嘛 好 当然你也可以针对企业 所服务的 终端的用户进行提问 比如 你可以这样问 对我们 终端用户 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客户 需要我们改善什么呢 他们 正在抱怨 我们什么呢 比如 客户抱怨我们 不良的一个 用户体验 客户呢 也会投诉啊 并且可能会流失嘛 好 那分享 最后一个 发现问题的方法 叫 你可以变化 思考的角度 用身为 或者逆向 思考 来进行提问 好 先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身为提问 爱因斯坦 曾经说过 我们无法在制造问题的同一个思维层次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身为思考就是你要站在更高的维度看问题处于全局的哪一个部分 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广泛影响 比如分公司经理能力不足 你可以按照教练经常用的一个叫NLP逻辑层次这样一个工具的方式进行思考 这工具是罗伯特第二次研发的 有这样一张图 你可以看这张图 环境 行为 能力 我们把它叫下三层 这是我们可以意识到的这样一个层次 而上面三层呢 分别是信念 价值观 身份 和精神 也可以把它叫系统 这叫上三层 需要我们不断审问自己的一个追求 低层次的问题 往往需要你站在一个更高一个层次思考 才能找到方法 如果在同层次或者低层次去寻找解决方案 往往是被公办 所以针对这些能力不足的分公司经理 Alex可以在更高层次上深为提问 比如 你加入我们公司 希望实现什么样的梦想 你要做到什么职位 再比如 你为什么有这个梦想 什么样的信念会让你有这样一个想法 当然你还可以这样问 为了实现你的梦想 你觉得应该具备什么样能力呢 这些提问 就会帮助你从根源上 发现分公司能力不足的原因 好 我再来分享一下 第二个叫逆向思考的一个提问 刚才分享过你这个身为思考 我说了要从变化思考角度 一个叫身为 一个叫逆向 那现在我来分享什么叫逆向思考提问 逆向思考提问 就是请你从相反的思考角度提出问题 比如Alex的案例 如果用逆向思考该如何提问呢 当时现场就有一个人 是这样问他 非常棒 可以分享给你听一下 他是反过来问的 他问 如何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人才培养体系 从而降低对分公司精力的能力要求 你看 这个提问马上就引起了Alex的一个深思 让他用全新相反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一个认知盲区 原来过去Alex一直死磕于 如何找到更好的人 如何提升人的能力 但是刚才那个提问 让Alex明白 或许搭建人才成长体系 才是他更应该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 因为什么 好描需要好的土壤 体系就好比土壤 土壤不好 人才就好比好描 好描也无法成长 好 今天和你分享了如何通过提问去发现问题 下面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学习要点 问题无法解决 80%的原因是你无法发现问题 所以要解决问题 你必须先要发现问题 作为一个高效的管理者 发现问题远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而管理者无法发现问题 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缺乏提问意识 学会发现问题 就需要你跳出自己固有的这种认知的思维局限 要深维思考去俯瞰全局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提问的本质 就是期望与现状出现了交大的落差 要发现问题 你需要先知道理想的目标是什么 目前现状在哪里 差距在哪里 那如何提问可以有效的发现问题呢 你可以围绕问题的三种类型 产生问题的不同的环境因素 叫PEST 对吧 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以及变化思考角度 用身为或者逆向思维等四个方法 通过有利的提问去发现问题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节课 我们将学习提问框架六步法的第二步 叫跟问题界定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需要在一堆发现的问题中 找到问题背后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我们来到了本期思考环节 不少公司的产品 其实并不比同类的产品更加出色 但他们却大获成功 如果你站在客户需求角度 而非只是站在产品的角度 身为思考 你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欢迎你结合实际的经验 在留言区和我互动